市長你說興建公共住宅是為了實現居住正義喔 我贊成也支持喔 那報告書上說到說目前已經完工的是有2587戶 姑且不論這個其中包不包含 這個好市長任內規劃跟開工的喔 其實這個內容真的是滑而不實啦 好比我不斷的提醒你們所謂的居住正義 應該也要包括這個等候過去市府興建國宅的這些住戶們喔 可是你們一直沒有具體的回應跟對策 一直到昨天都發局的同仁才口頭回覆我說 你可以去抽抽公共住宅啊 可以去申請租金補貼啊 好我們就來看 目前單單等候在中正外華地區 這個過去出租國宅的住戶有5286人 那目前已經興建完成的外華中正區的青年公宅啊 是273戶喔 那如果依公宅的抽籤對象辦法來看 30%開放涉及在地區裡也不過82戶 那這其中還包括在地裡的日翔禮喔 好 演理長都覺得這個比例太少 你如何去解決這5286名等候過去出租國宅的朋友 他們的問題呢而且青年創新回饋也只有7%啊 你過去說興建公共住宅也是要關照這些 剛出社會薪水不高的年輕人 那你不覺得這個比例也太低了吧 我告訴你喔市民普遍的反應喔 覺得除了年輕人的一個比例要再增加之外 在地的區裡的這樣的一個比例也要增加 雖然這是中央的法規啦 但是呢如果他不符合地方需求 你是不是也應該去跟中央幾例反應爭取是不是 現在是30%嘛 是啊30%很低耶 我剛剛不是講給你聽了嗎 我講5286戶 那只是算中貞萬華等候出租國宅的朋友耶 對不對 那你還包括在地的區跟裡算才38 青年公債獎才82戶耶 對不對 所以這個比例太少啊 你要多久才能夠解決這些那麼多人的一個居住陣營的問題 所以你一定要去跟中央幾例反應跟爭取嘛 是不是 是不是可以去做這樣努力 而且說不定明年520你就到中央去了 所以現在就是提供多元的那個工資 是啊 沒有你聽我繼續講下去 好再講下去 你們又說這些等候出租國債的朋友們 可以去申請租金補貼啊 但是呢你們可曾對他們廣為宣導 否則他們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要去做申請 而且我要提醒你喔 他們常常被在外租金過高壓得喘不過氣來 所以你們這個報告是檢討不實嘛 所以你的包租貸款還是租金補貼這個政策 根本有必要再加強再檢討 另外再談為老成績更好笑 去年我才針對你們為老重建申請跟這個 核准通過的建數是掛帶輸給姓北市 要你們贏頭趕上 那今年呢你們報告進來了啦 說是除了因為修法通過讓建物的高度是放寬了 然後呢也培訓7811名的為老重建推動師 可是成績還是落後啊 因為截至目前為止 新北市核准通過的是34屆 幾乎是百分之百 那台北市首三之都 卻只有核准通過23屆 連三層都不到 更好笑的是中正瓦阿地區 申請通過的只有一屆 那這一屆是哪一屆 是南門市場欸 南門市場是本來要做共辦都更欸 剛好是維力條例通過 你們就把它搭上順風車 算盡你們的成績了 所以換句話中正瓦阿地區根本沒有成績 你這樣的歸宿怎麼能夠保障 它根本的一個安全呢 我跟你講已經過了一年半 修法已經浪費了十層獎勵的 南部高雄為了總統大學忽略了歌 所以我告訴你 這個真的要去檢討好不好 可是有信心喔 一定會有一個問題的 希望你說到做到了 那邊跑了 躦下 然後一站 搭樣子 寫面子